第三集《名古屋之旅》 帶大家由名古屋車站出發 坐30分鐘車程到犬山城 開箱犬山遊樂園英迪格酒店 酒店大部分房間都可以看到犬山城 還有溫泉浸 行路可以參觀犬山城 和犬山城下丁 吃個天婦羅蕎麥麵 五瓶餅 現設的年輪蛋糕 買些豆果紙回香港做手信 吃個酒店晚餐 一起和我玩犬山城 大家好 我是Rick他 其實我去日本旅行 很多時都喜歡幾天玩市區 幾天玩近郊 例如我去東京就會去雙根 去大阪就會去京都 來到第三集《名古屋之旅》 就想帶大家去車程 大概30分鐘的犬山城 來到中央改禮口 就是乘搭犬山方向 我們乘搭1.23分快突 那一班 中間的字不懂得讀 但它就是會經過犬山城 我們今天選了快速特急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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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用了30分鐘 就從名古屋站到犬山遊園 因為我們這次住的酒店 是在犬山遊園 是在犬山遊園 中間也過了幾個站 留意方向 記住這間酒店 是在犬山遊園 不是在犬山遊園 不是在犬山 要多搭一個站 寫了Hotel Indigo 在有樂園旁邊 走西口就對了 用了620日圓 就來到了 看到了一出來有個很清楚的地圖 我們現在就在犬山遊園 這個站 我們今晚住在Hotel Indigo 有樂園 有樂園 然後去犬山城就是這樣 是特意選過的 然後是對著木珍村 這間酒店是非常適合 兩天一夜來遊犬山城 去完犬山城 之後還可以去 犬山城下丁 逛街街 行程就非常完善 兩天一夜 據聞櫻花節 是可以見到櫻花 輕櫻花的季節 今晚入住 遊樂園旁邊的Hotel Indigo 聽聞紅葉季過來 是非常漂亮的 一進來大堂 就見到犬山城了 景色很好 今天已經算是下雨了 天色沒有那麼光 但也很美 大堂很美 大家會發現自己很多時候 去到酒店 都沒什麼機會坐在大堂 看一會兒 我住過三間 一間是泰國曼谷 另一間是日本的雙巾 另一間就是這一間 其實每間的裝修 都會融入很多當地的特色 所以我很喜歡 它這種很摩登 然後融入了當地特色的風格 我覺得 是我挺享受的一部分 我現在其實 旅行住酒店 對酒店的 要求也有一定的要求 因為我自己覺得 享受酒店也是 旅行的一部分 每次住在一些比較近 的Indigo 都會叫我們在桌子坐下 就是慢慢說一下 酒店的設施 早餐和晚餐的安排 因為我們今晚在這裡吃晚餐 應該 現在他就幫我們檢查一下 說今晚其實都很充滿 我都明白為什麼會充滿 因為其實酒店附近 開得夜的食肆是真的不算多 還有這裡是有溫泉 有可以做健身的 然後原來24小時 都有In-Room Dining 真的可以叫回房子吃 另外因為我們是會員酒 歡迎喝酒 可以去酒吧 可以選擇 喝酒還是咖啡也可以 另外因為我們進入這間酒店 可以免費進去旁邊的遊樂園 沒辦法了 因為今天如果是看著 這間酒店的房間已經敷了 我們今天會對著 T-House 即是對著遊樂園那邊 房間 老規矩 酒店的開箱 留在片尾跟大家介紹 我們就出發去 犬山城和夏丁 走到出來 大概100米就可以去到犬山城 所以這間酒店真的很方便 一上來就會見到犬山城下丁 我們現在先去吃早餐 然後再上犬山城 再下來慢慢走 吃蕎麥麵 進了一間吃蕎麥麵的店 它有兩款 基本上是一款不辣 一款是辣的 然後有分中和大的價錢 另外配了一個天婦羅 有七種蔬菜 有蝦 蝦 蝦是包住了一個 蕎麥麵 1900多日圓的份量 我發現也挺多 我們就兩個人分 這個 記一下蕎麥麵 很冷 冷 冷的 很實淨 是實淨的口感 有咬口 不是那些大爛的麵 正如剛才說 有七種蔬菜 另外有一個 紫菜包著蕎麥麵 另外有蕎麥麵 包著炸蝦 我吃天婦羅最怕脆脆 這個應該是鹽 我試過很鹹 炸得不錯 吃蕎麥麵 包著紫菜 這個很有趣 外面脆脆 裡面還是軟的 這個很有趣 這個蕎麥麵 這個挺好吃的 先試一下蝦 你看看它 包著蕎麥麵 來炸 好可愛 外面很脆 蝦也很小小 口感挺有趣 吃到最後 他上了一杯這樣的東西給我們 然後叫我們 倒進那個 醬汁 混合來喝 不知道是什麼味 先試一試 這個就是吃完蕎麥麵 醬汁 然後這個是它剛剛上來的 叫我們喝了它 不知道是什麼味 先試一下 我完全說不出是什麼味 我告訴你 好像呢 一個很淡味的 湯 真的要自己過來體驗一下 我覺得很難認同 最後兩個人吃了三千零五十八 三五一十 一百六十幾塊 一百七十塊左右 因為今天價值回到五五 八幾塊兩個人 吃完早餐 我們就來回三光渡河神社 一百五十塊 原住上就可以去到犬山城 去日本旅行 記得 其實是去所有地方旅行 記得都要看一看入場時間 這個是早上九點開 到下午四點半 三光渡河神社 求兩樣東西很出名 一個就是姻緣 另外一樣就是 去洗一下錢 那就可以帶來財運 好 進取的 求神方法 將它放到一個口裡 千千萬萬少男少女的心 就在這裡了 這裡就可以洗一下錢 小朋友這麼小就想洗錢 我相信當年半澤直樹 是來這裡洗過錢的 他甚至是把自己的一張 卡片都放在這裡 碰到了 跟他找吃 說一說洗錢的順序 首先第一個就是要去隔壁 買御守的地方 拿一個櫃和蠟燭 然後第二步就是去獻燈 即是點那個蠟燭 放在左手邊 有一個放蠟燭的位置 看到嗎? 然後去到第三步 就是把錢放到那個櫃 洗一下錢 第四步就是把錢放到 賣御守的位置 先噴水 然後淋下去 待會再擦 嘩 很進取 這麼大學看得出 哈哈哈哈 嘩 很誇張 這個我叫我最大學的 嗯 這個年輕人很進取 好 老實說這裡人真的少很多 比起我上次去京都 但是它又有了一些歷史文化的廟宇 天守 同一時間下面有條蜂燭成下丁 其實是挺舒服的 可能因為現在是淡季 不是那些紅葉季 如果紅葉季應該人多很多 如果想 舒舒服貨 不要太強勁的話 我自己覺得 犬山真的是一個 挺好的選擇 那就買了兩張票 1100日圓 那就是 只是去犬山城 犬山城 是由積田家族 在1537年 建造而成的 作為國寶的犬山城 燕根城 基路城 和松本城 這四座城堡裡 犬山城 竟然是最老的 我們一起進去逛逛 上去呢 要脫鞋 記得穿對襪 和對襪 不要穿洞 不然就尷尬了 犬山城 別名原來是 八帝城 就是來自於 唐代詩人李白的一首詩 朝遲白帝彩雲間 千里江陵一日環 兩岸原星堤不住 興州二過萬松山 這座城不大 所以 人們說 日本戰國時期 其實是農村在蟹鬥 我覺得這個說法很有趣 樓梯也挺斜的 所以走的時候要小心 每一級都很大 犬山城 是少有的天手 大家是可以走出去的 因為上面都比較窄 現在前面的人不動 我們就站在這裡 不能動 還有我想說 這個欄杆 其實也挺矮的 應該到大腿 這條就是我們酒店旁邊的 木珍村 在犬山城上面 看下去就可以看到 我們住的酒店 Indigo 在這裡可以和大家 了解一下 國寶五城 就是包括 松本城 就是在長野縣 燕根城 在芝賀縣 阮山城 就是愛芝縣 就是我們現在這個 另外 我也去過 基路城 在冰府縣 還有 松江城 在賭庚縣 下來了 這裡也有一個手信譜 還有很有名的味噌烏冬 可以買回家 當然要吃味噌烏冬 但我這次未必吃到 這個就是600元 有兩份 犬山城的餅 朱古力餅 鮮米餅 然後還有草餅 這裡有磁石 近期喜歡買磁石 650日圓 會馬御壽 咦? 有忍者嗎? 這裡竟然有虎毛 吸引後就離開了 其實整條街 很多店鋪都買五瓶餅 這間就是百明店 和塔比羅的話題店 所以我們今天就試這間 挺好吃 100日圓當然要試一下 當地特色 看裡面正在燒 看到嗎? 這間是百明店 試一下 又甜又鹹 醬汁很滿 整粒外面包著 圓圓整整的醬汁 燒焦了 不像糯米 不像米飯 這間是買些豆果子 看看 服務很好 還有得試吃 試適才買 我對這個很有興趣 這個是有很多種豆的餅 這個是Tiramisu味的餅 剛才我還看到有士多啤梨和抹茶味 旁邊就抹茶了 看來是熱賣的 這個很有趣 這個是芒果牛奶豆 想吃什麼都可以跟他說 試了才買 好吃才買 嗯 裡面是一粒 花生 我想抹茶會好一點 芒果有點甜 剛才試了抹茶味 我覺得蠻好 芒果的味道有點太甜 另外買了Cocoa Witch 1550元 這裡買了四樣東西 就是1550元 這裡有買年輪蛋糕 很出名的 5點鐘收樓 現在看到 這裡是土日 足日 我完全不知道什麼叫做 總之應該是星期六日 一條現場新鮮燒的 350日圓 你看到下角有兩塊 11點半和1點都可以吃到 今天是8米的 8米的年輪蛋糕 這裡有咖啡 另外加350日圓 就可以試連輪蛋糕 這樣不錯 可以試兩種味 然後又有咖啡 因為就這樣買的年輪蛋糕 其實也貴 我們現在加350日圓 就可以即場試到 試好就再買酒 試一下年輪蛋糕 這個應該是 原味 是原味 很口實 而且很鬆軟 吃年輪蛋糕當然要配咖啡 好香 先試這塊 它表面有點糖霜 感覺是比較實 口感真的會比較實 巧克力味也挺濃 左邊這塊是玄米 右邊那塊是白米 那就是最出名的這兩個款 這個就是五種的 油曬 2330日圓 如果想買夠大的 就2100日圓 一盒的 買了這個 回去今晚吃 它呢 還要很甜蜜 畫了一張圖給我 說現在是在雪床 好像雪人一樣 要放一個小時之後 就可以吃了 好甜蜜 五點多日落 回來酒店 好甜蜜 蜜山城 夏丁都沒什麼東西走 收了 正如一開始所說 蜜山城附近的一些餐廳 都會比較早收 所以選擇了晚上會在酒店吃晚餐 開頭還想著會很小 來到怎麼知道這麼多 很多天婦羅 一會兒一邊吃才說有什麼吃 然後還有麵豉湯 蘸天婦羅的汁 還有白飯 來到日本是想吃日本菜 不想吃 紫蘇葉 炸紫菜 我看到有番薯 蘆筍 茄子 不知道有沒有魚 我看到有魷魚 先吃一下 都很足料 看上去應該只有兩隻蝦 試試蝦 好吃 漿不算太厚 我最喜歡多蔬菜 都挺多蔬菜 這個應該是蘆筍來的 有兩條小蘆筍 朋友就點了這個和牛 然後他就配蟲露和鵝肝 很小份 所以他再點了一個綠茶的pasta 是限量供應每天只有十份 試一下蟲露鵝肝 蟲露味很香 鵝肝當然是香 但沒我想像中那麼滑 老實說 先試一塊牛 我覺得有點太熟 真的有點太熟 這個就是每天限量供應的抹茶意粉 我看到上面還有點煙肉 試一下抹茶意粉 老實說 吃了其他東西已經放了一會 不知道有沒有影響呢 它的醬汁不是抹茶 主要是粉 但我已經不太吃到抹茶 醬汁是甜甜酸酸的 挺開胃的 最後兩位就吃了14500日圓 吃完飯了我們就去參觀一下酒店 晚上的酒店更加多了一份 寧靜的感覺 其實是很舒服的 這邊有天然溫泉白帝滋湯 和健身中心 一起去看看吧 當然我不可以拍白帝滋湯給大家看 酒店的健身器材 都用竹和木 和酒店的設計一物相成 女湯和男湯是分開的 如果要去浸溫泉的話 浴衣就在這裡了 拍下今晚的房間 好漂亮 兩盞燈和牆 都是很有特色的 你看兩盞燈是用藤來織出來的 你看那塊地毯也很漂亮 我就是喜歡Indigo這些設計 左邊有一個沙發位 很舒服地在辦公 mini bar就在窗台旁邊 我們再看看有些什麼 細位 有一套茶具 然後呢 我看到罐裡面有兩包Green Tea 另外有膠囊咖啡機 有四個Capsule 先看看 先看看 又寫上那個橙地 還有它是什麼味道 看到我都知道我很怕Footy 我不是很喜歡酸的咖啡 可以試一杯 另外呢有兩瓶 有兩瓶水 我今晚未必夠喝 打開櫃桶看到很漂亮的杯子 多漂亮 另外還有一些茶包 English Breakfast Tea 我還看到有 Ear Grey的設計很漂亮 看看茶杯 我是挺喜歡日本的 茶杯一碟的 我相信不是免費 我想喝過蘋果汁 看看櫃裡面也有些東西 因為老實說附近是沒有便利店 如果有需要也可以用 如果真的想吃東西 有Nuts 有餅 有薯片 水煲就在下面 看來這邊 看來這邊就是電視櫃 和放濕器 另外 我覺得酒店的地毯很漂亮 看出去就是遊樂園的景色 因為樓下是有溫泉的 所以就有些小劇 另外浴衣浴袍也有了 再拍攝企桿和洗手盆 和上次的雙筋 和Indigo是一樣的 都是用這個牌子的身體濾液 和洗手液 再拍攝企桿 跟酒店的房卡 可以免費進入遊樂園參觀 入住酒店的住客 就記得來這裡參觀 其實明古屋之旅 已經更新到第三集 大家可以去我的首頁找回來看 接下來都會快點更新 因為我很想去下一個日本旅程 今集的明古屋之旅就來到這裡 如果你都喜歡我的影片 麻煩你給個讚 和訂閱我的頻道 可以留言給我的話 我就更加開心 下一集的明古屋之旅再見 阿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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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眼淚 阿明